说到宇生结贤这四个字 相信很多国内粉丝都不陌生 毕竟在北京冬奥会 宇生结贤是人气最高的运动员 不管是谁 只要看到宇生结贤帅气的面庞 矫健的身姿和高难度的动作 都很难不爱上这个冰上王子 本届冬奥会 宇生结贤只要发出一丁点动态 那么他的名字跟动态行为就会登上热搜 不管本日进行什么样的比赛 都没有宇生结贤事件讨论度高 这就是宇生结贤在中国的影响力 央视解说员陈寅曾这样描述 他在冰上有意识的姿态 容颜如玉 身姿如松 天若惊猴 宛若游龙 四个成语将宇生结贤的魅力 全部完美表达了出来 其实在北京冬季奥运会开幕之前 日本群众很多也不知道 宇生结贤在中国如此受欢迎 直到宇生结贤比赛后 他们才知道 原来宇生结贤在中国的人气 甚至不输日本 在宇生结贤离开北京 他上回家之路时 我们也看到很多群众纷纷前去送别 那人群真的是人山人海 可能有很多小伙伴都猜到 这次离别不知下次有没有机会再遇见 很多粉丝总是期待宇生结贤 在三月份的施景赛 事实上 期待越大 失望就越大 因为日本滑冰联盟在三月一日已经宣布 日本花滑名将宇生结贤 将缺席23日的花滑世界锦标赛 理由是右脚踝扭伤尚未痊愈 受到这个叫怀伤病 其实就是在本届北京冬奥会受伤的 当时的宇生结贤 在自由滑比赛前一天练习4A 没想到却意外扭伤了右脚踝 这也是北京冬奥会 获得花样滑冰男单第四名的重要因素 即便如此 在冬奥会赛事全部结束后 宇生结贤还是毅然决然接受了表演滑邀请 不但出席了活动 还上演了春天来吧这样的经典曲目 在春天来吧咒 宇生结贤编入了3A并完美完成 结束后 宇生结贤也再一次登上了热搜 很多粉丝都表示大饱眼福 并称赞宇生结贤势力与美帝最完美结合 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 宇生结贤为了能够出席本次活动 他已经吃了6片止痛药 4片普通剂量的止痛药 能勉强维持滑行训练状态 但是春天来吧这样的曲目 需要表演能跳A跳 所以他吃了6片 也许 这就是宇生结贤在国内受欢迎的原因 他也是一个非常有原则的选手 这就是宇生结贤的 你更多的 我只得他